当男生穿上了女装 奇怪的手心似乎就会觉醒 在2017年就有这么一部神奇动漫 春元庄的管理员小姐 男主因为长得太像女生 结果所有女生竟然想把她收入后宫 而她身边的女人竟然一个比一个大 因为从小就被身边的所有人当成女生 所以男主亚树便只身一连从老家来到东京 决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录出了一个叫春元庄的公寓 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这里是女生公寓 而在这之前 这里的女生也不知道她是男生 所以当春元庄的房东见到亚树后 误以为亚树是女孩 便很温柔地来了一个公主抱 还主动说要给亚树洗澡错备 说这是春元庄理代的规矩 亚树惊呆了 原来东京这么厉害啊 不过亚树最后还是跟房东姐姐坦白的自己是男的 可是对方压根不当回事 反而越靠越近还是今后 就让我来管理你吧 此言一出亚树当场昏倒 而在醒来后 他嫌接又一次昏过去 看着精神不太好的亚树 房东只好给亚树充点年轻能量 这有谁顶得住啊 而房东的温柔又让亚树想到自己那个姐姐 从小他就让亚树穿上各种女装 他来到东京也是为了摆脱姐姐 可是房东似乎就没有把自己当成男人 这让亚树不禁产生怀疑 来到东京真的正确吗 可是当脑海中浮现了房东的某些画面后 哎呀呀痛厌厌 为此亚树发誓自己一定要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而想成为男子汉 第一步就是要替女生减轻压力 所以亚树便去帮房东养衣服 也不知道亚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反正第一件拿起的衣服造型就很奇特 还被房东笑话 亚树真坏 这让亚树在之后的家务帮忙全程没有心神 干啥啥不行捣乱 第一名为此他暗自身伤 认为自己根本当不了男子汉 察觉到亚树的失落 房东知道亚树讨厌被当小孩子的心情 于是便让亚树亲自己的脸颊 只要他敢 以后就把他当成大狼 当亚树嘴成真的要碰到房东时 门口就出现了三个女人 她们也是春圆庄的住客 同时也是亚树学校的学生会管理员 在他们出现后 亚树才得知原来房东有过度接触的坏习惯 这里的女生全都被他攻略过 是绝对的男女通吃 而关于房东的温柔 还不仅仅是这些 每天的叫醒服务都让亚树顶不住 甚至在开学的第一天 因为亚树说自己在东京没有朋友 所以房东还特地戴上了眼镜 换上了校服 扣死了一把小圆女囊 那亚树把自己当成童年级的女生 尝试与之交流 千万不要紧张 但这些人打扮却让亚树变得更加紧张 在察觉到亚树的异样后 房东误以为亚树是对女生害羞 随便学着男生的豪爽脱掉外套 想要口子男生之间的坦诚相待 但这冲击显然比之前还要强烈 看到亚树手舞主导的模样 房东放心呢 这么有精神 一定可以交到好朋友 时间转眼过去了一个月 亚树竟适应了东京学校的生活 但是对圈圆中的生活却还是有一丢丢的不适应 因为房东每天整活都快给亚树整不会了 但是万万也没有想到东京竟然这么厉害 连做作业都有啦啦队 但其实是因为学校要开始运动会了 会长替亚树和房东抱了亲子的两人三足 可是在联系的时候 因为身高差的原因 亚树全程连腾 为了能够取得胜利 房东说这个项目要培养感情才能信义相通 所以两人吃饭玩耍联系 就连洗澡都要带在一块 不过等到运动会开始那天 亚树就写菜了 毕竟营养雾粮换谁都会倒下 等到夏天因为楼上房间太热 所以会长就跑来一楼亚树房间避数 看联案漫画 还提出要亚树一起看 结果漫画正好看到了羞羞的一幕 此时两年的姿势还正好符合漫画的情景 于是会长越看越害羞 觉得自己在引诱未成年人犯罪而慌忙逃走 亚树没反应过来 正好房东在这时候进来 于是亚树就提出疑问 为什么会长会突然离开 房东没有给亚树直接回答 而是要求情景重现 角色互换 这一次亚树是彻底明白了会长的心情 云南坐在前面都会害羞啊 而当害羞的是 会长前来回来想要拿走漫画 于是房东跟亚树的亲密行为就被他给发现了 从这一天起 会长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因为他总是会在副会长面前提到亚树 副会长的属性是喜欢一切可爱食物 所以现在的他是会长控 他认为会长一定是喜欢上了亚树 所以便找到亚树要看看他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 但这种物理上的东西你看了也不会有啊 亚树拼尽全力才保住了清白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最后就成了副会长喜欢的对象 因为副会长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家单送他的报纸 对于可爱的东西亚树也很喜欢 所以副会长对亚树的好感直线上升 但这还只是开始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一次副会长 因为去游乐园没有前辈会长 而心情不好 是亚树女装满足了他对会长的幻想 所以副会长直接成了亚树的挚友 而亚树会女装除了小时候被自己姐姐安排以外 来到春云中竟然还被粉毛书记给盯上 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做衣服 可以让男生穿的女生衣服 一次亚树发现了书记跟副会长的秘密 原来书记一直在偷拍会长的私密照 副会长的生活费几乎全部用来购买会长的照片 亚树保证不会告诉会长这件事 但是书记并不放过他 要求他替自己试穿一下刚做的衣服 结果看完亚树女装拍的照片 我才明白书记的快乐 就这有谁顶得住 说起最后越玩越过火 还有亚树试穿比基尼 但可惜亚树并没有那个身材称计 而说到身材 最近会长就很苦闹 因为他认为男人都不喜欢小的 于是进行男人去问亚树 可亚树认为这方面应该是房东比较有经验 为此亚树开始观察房东 风凶方法没有找到 却发现房东之所以会那么宽容大量 温柔细腻一定跟他胸怀有必然关系 毕竟有个成语叫做有龙乃大 而最后会让会长重拾信心的时代亲眼看到房东以前的友谊 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可房东不忍心让会长伤心 没有告诉他这件衣服是他小时候穿的 所以说有些东西出生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决定了 甚至可以说是基因决定 因为房东的妹妹蔡蔡 再后来也回到纯元庄 亚树的房间以前就是他的房间 看着胸怀你说不是家族基因我都不信 而蔡蔡的男子弟简直想当当亚树汉爷 因为他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事也都敢做 不同于房东的温柔细腻 他的强硬简直让亚树想起的女人 大妹大妹 而在春运中还有一个规矩 那就在暑假的时候 管理员要帮助数人员完成暑假作业 由着房东又开始整活 可思尼老师来叫亚树作业 因为天气太乐 哎呀这职业装穿了真是不舒服 也不知道是房东说的奖励 刺激到亚树 还是亚树学校真没有什么作业 反正只用一天 亚树就他妈给完成了所有作业 而预想中的奖励也不是脑电波 而是单纯的在夏天吃一根冰棒 夏天到了 自然少不了泳装福利 可是由于吉女除了会长以外 都太有心怀 以至于这段剧情还真不能播 而如果你持单纯的那位亚树的幸福 只是拥有吉女而已 那你就大错特错 因为房东妹妹蔡蔡 真不会是男子气概十足的女生 她懂得分享 竟然带着两个朋友 小爱和无子一起攻略亚树 两个女孩又共同爱好 喜欢GK 而且还喜欢年龄小的男孩 于是亚树就承认他们完成作品的奖品 谁先完成一夜就可以命令亚树十秒钟 而期间发生的事情 都让亚树在最后呈现出一副 啊 被掏空的模样 而很快手下就结束了 房东妹妹还有小爱 他们都要去上高中了 可再送走三个小魔王 亚树却不曾想 春园中迎来的白毛大魔王 亚树对这个白毛女孩的恐惧是极为强烈 因为她就是亚树的姐姐莫莉 她一来就给刚睡醒的亚树 一个大大的冲击 之所以姐弟会如此坦诚 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莫莉压根 就没有把亚树当成男的 给人介绍也是 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对此亚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算莫莉来到春园庄 就是要把亚树带走 其实亚树就想留在春园庄 她始终相信在这里 她一定会变成真正的男人 而如果说是照顾的话 亚树也认为房东比姐姐还会照顾人 为此身为妹控的莫莉忍不了了 想要测试房东真的有那么棒吗 她要求房东要像照顾亚树那样照顾她 只要得到任何 那么莫莉就同意亚树留下 结果莫莉全程沦陷 不论是吃饭 陪伴 洗澡 也或者是陪睡 莫莉全程享受 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之前 是要围乱房东 等这次结束后 莫莉不得不承认房东的温柔 是连女孩都会沦陷 所以傲娇的莫莉在确认亚树 是真的不想回去后 便同意亚树继续留下 她也算是发现了现在的亚树 虽然离真正的男人还有些距离 但已经不再是小时候 那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弟弟了 不过刚夸完亚树长大了 在圣诞节的到来后 这个已经初中的孩子 竟然还相信身份老人的存在 知道会长又有些惊讶 亚树怎么还会这么幼稚 不过已经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了 会长还是好人 一起跟室友还有房东妹妹 给亚树安排礼物 就连姐姐莫莉也偷偷过来送礼 全面准备后就等亚树睡觉 为了让计划提前实施 会长还亲自去哄睡 结果最后两人就这样给睡了过去 这个圣诞节 亚树是真的不亏 有礼物还有美人 这岂不美宅 这时间过得也很快 而时间很快也要到寒假了 圣语也差不多要离开春园庄了 不过亚树却要留下一根房东 以及跨年 他拿着房东的手 碌碌地说 管理员 今年夜景多多干照 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等新年回来后 还没几道神社游玩 开心幸福的合宿生活 又要进行了 亚树也终有一天 会在这个公寓里 找到自己的男子乞丐 整部动漫就没有出现过学校的镜头 全部集中在春园庄的日常生活 而亚树这个角色 直接给我一种 画女硬说男的即适感 一面角色包含正胎 裸地 御剑等各种类型 虽说漏多会腻 但这个题材真的很适合 用来调节心情 许多人基本都是一击一击 或者两三击丢 所以到后面的温情部分都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类型的动漫 不就是来看妹子的吗 难不知你告诉我是来跟男主学习 如何提升男子气概 阿推 老司机 我是少年 因为明天又可爱的九情人男孩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个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